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努力在说标准普通话的保健嫂嫂子 我好喜欢我今天的这个新衣服 三亚的免税店里买的 买完了之后才发现没有免税 比双十一还贵 最近马上过圣诞节了嘛 今天没有办法在杭州过 买一点小东西 仪式感满满一下 今天呢是久违的球鞋分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双球鞋 今天的视频呢也是没有任何的广告的 那如果你对球鞋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真的 第一双 这个呢是Melting Sadeless 跟阿迪达斯联名的一双球鞋 上脚的明星还蛮多的 有赵露丝 Andrea Baby 我这个人穿鞋的审美 可能跟大家不一样 我穿的鞋子都是有一点 奇葩 我特别特别喜欢彩色的东西 我是一个彩虹女孩 就觉得哦好好看 我必须要有 买了之后发现根本就穿不了 真宝 这个鞋型呢就是Superstar 你是唯一的手怀 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们听过这首歌吧 我们应该是你一个年代吧 这个地方有一个 父子嘴 两个兔子耳朵 小的兔子尾巴 啊你看这个后面 好可爱啊 是一个兔子的脚 前面呢有这种铁锈的颜色 做旧的款式 今天大家给我的每一双鞋打一个分 好不好 一到十分 这双鞋你可以给它打几分 真的就是细节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收藏款 就还蛮难搭配的 这个是这个耳朵 穿长裤呢 它就从这个裤管里蹭出来 穿短裤子嘞 翘得有点比天还高 下双呢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鞋型 也有很多名人穿过它 最痛草的就是虞书欣 我有超级多的照片都是穿着它去拍的 前面就是一个笑脸 嘴巴是一个Nike的标志 可以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小的贴纸啊 去贴它 它是有一个名字的 Have a Nike Day 今天您穿耐克了嘛 是这么翻译吧 在一双黑色的鞋子中间 又有一些小的亮点 不浮夸 很好搭 你买了它一定会经常穿 而且你知道吗 我买鞋的时候 是不会看它是什么空军一号呀 或者是什么Dunk啊 就是一看就会喜欢的一个鞋 买回来一看就是 哦又买了一双空军一号 我有超级多双空军一号 是不同的颜色 一到十分 一周七天 两天是穿这个 还有另外两天 就是穿的这一双 叮叮叮叮 奶油色的空军一号 真的太喜欢了 救命啊 上面贴了很多小的贴纸 它其实是可以自己设计的 刚开始我也会想说 挂这么多东西 走路会不会打打打打打打 但实际上 根本没什么感觉 紫色 骚粉色 蓝色 绿色 都是冰淇淋的配色 所以就算颜色很多 但是它也完全不突兀 这双鞋陪伴我 无数个跳舞的日子 你看真的穿的好久好久了 这个白色呢 不是那种冷白色 它是那种暖白色 很好搭 我个人认为这两个鞋 是耐克的毕入款啦 又很好穿 这双鞋你打几分呢 是不是很好看 为什么我刚刚一定要强调 暖白色 因为我有一双冷白色的空军一号 我就觉得非常的爆穿 它们的这些小手绘呢 就是我在网上找 在自己想想办法 把它们拼在一起的 它会送一个蓝色的打击笔 我就是用那个直接画 小东西在上面 这一双我画的会比较简单 就只在这里勾了一个小边 小星星 我和郭宇 喜欢这种手绘款的鞋的话 我建议大家买一双纯白色的 可能会比这个划算一点 这双鞋本上好像要一千多 有点没必要 买了一次都没穿出门 因为它的冷白色真的不好搭 隔了老远了 你人还没先看清 鞋已经看清了 有点抢你知道吧 爆搭配 OK 完了 这个又是我们的空军一号 这种五颜六色的鞋出的很多 真的蛮想买 耐克你成功获得了我的方兴 紫色和这个橘色 深紫色 浅绿色 搭配在一起我觉得不突兀 挺难的 说明它是一双好鞋 但是我买回家了之后 也发现它太不好搭了 只能够穿不穿个紫衣服 也变成了我的一个收藏款 非常的可惜 反正已经讲到耐克 我就把耐克的鞋全部都讲完了 这双鞋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双鞋 也是王一博的同款 耐克的Dunk 我在这里打一个堵 这双鞋一定会被吵起来 因为真的太好穿了 双皮的一个材质 这个配色蛮奇怪的 你有没有觉得 但是蛮合选的 有拍过一个照片 真的还蛮好搭配 有一点点 紫色粉色会比较偏红的元素 打它都很好看 比较不喜欢它的一个 上面的这个皮 是这种番毛皮 看上去会很糙 觉得质量很不好 这双也不是秘入款 需要稍微的搭配一下 我觉得这双可以打几分 其实男生也蛮适合的 有男生吗 男生裤衣好不好 你会喜欢这样子的鞋吗 然后还有这一双 我真的超级之巨 无霸不推荐购买 耐克Dunk Low 柠檬水洗 小妖果花 也是周杰伦和王一博同款 鞋底有点薄 颜色有点暗 不是很好搭配 我一般穿的裤子都比较长 都盖到这里了 露出来一点点像奶奶鞋 老美肩翻步鞋 显得很老气 穿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 如果大家在小妖果花和妖果花 如今纠结的话 大妖果花真的好看很多 这个也是吴亦凡同款 我真的希望王一博和吴亦凡 以后少穿耐克 也不是 就是因为他们一穿 晚就会变成爆款 下个就是翻三倍 对王一博又爱又恨 别穿了 别穿了 但我也不希望我们一博每一鞋穿 OK我们耐克的鞋就已经讲完了 再来讲一双阿迪达斯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你看也是穿得巨脏了 因为这个米色很百搭 加上这种粉色 配色就蛮妙的 在脏和干净中间有一种平衡感 后面就有一个马毛一样的设计 还好不怎么掉毛 它是一个半透明的鞋底 少说也有三四厘米 增高的感觉 我今天也是踩着穿 非常的舒适 很简单 不知道怎么穿上什么鞋了 你就穿它 准没错 OK我们来说一双Vance 在网上看的时候也是觉得好可爱 但是我现在又发现 蓝色和绿色 这种冷色调 真的不好搭衣服 虽然是一个暖绿色 加上一个深绿色 下面有一些很可爱的草莓 圣诞节的时候可以穿一下它 但是平常一次都没有穿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抽一个朋友送给大家 好吧 38码的女生 但不一定大家会喜欢 因为可能你也会发现不好搭配 我的Bershka 这双鞋就是黑色的 非常的朴实无花 旁边就是这种大柱子 但是也是有一个隐形的增高效果 拿好搭的 也很有分量 不是那种质量很差的 我大概也穿了几十回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开胶的问题 推荐大家买 我是先买的这双鞋 后来买的这一双 穿这双比较多 因为你们也知道我是一个彩虹女孩 OK 那今天就是我今年买的一些鞋子分享 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在鞋子上面花钱的人 那每个人的幸福感都不一样 希望大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一定要记得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还有要给自己多找一些幸福感 如果因为买东西而快乐 因为看书而快乐 或者是因为画画而快乐 找到那个让自己快乐的点 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希望大家喜欢看这个视频 一定要记得给我多多的点赞 非常的开心 大家能够看到这里 我是宝贱嫂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